譬如說我送他回家呢 我就會問他回去 我會繞一圈再回來 然後呢我會去打電話 因為電話打了 如果在電話中呢 我就會想 跟誰講話 這個人性感在我走之後 馬上跟他通電話 是個賤人 我一定要想到他 有這種人叫我 這個人會這樣講 我才有 一定要炸到他 你這心裡有問題 跟維林結婚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一名好像結婚 把所有東西都交給維林 你為什麼會這麼信任 信任的基礎是什麼 有時候有個點吧 我覺得這應該要問我 就是我們做的 做什麼 讓老公信任啊 對啊 真的啊 他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我一開始 當然有一開始 當然也有懷疑過他 為什麼 因為你剛開始交往 怎麼可能完全相對 對 男女朋友不可能 對 可是呢 因為我是那個 比較敏感的 我就會去做一些試驗 譬如說呢 我送他回家呢 我就會 繞一圈再回來 我會繞一圈再回來 你是神經病 回來以後因為他住 他住二樓 我就會看他的電燈有沒有開 然後呢 我會去打電話 因為電話打了 如果在電話中呢 我就會想 跟誰講話 這個人 性感在我走之後 馬上跟他通電話 這個賤人 我一定要想通電話 你要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講 一定要抓到他 你是心裡有問題 心裡有問題 所以你知道有一次 最誇張的就是呢 因為他不想 因為我那時候認識他才十九歲 我還在念大學 所以他不相信有女生 因為他認識的女生 一定是約了就來了 他不相信有人 怎麼會說是要念書 因為就是真的念書 哥哥就是不行出去嘛 我就跟他說我不能出去 然後他就不相信 然後那一次呢 就是也是有一次 他就跟我約完 然後我就回家了 他不相信喔 他就一直在樓下等 結果呢 他等了大概五六個小時 我這都是事後才知道 到那邊等啊 然後呢 他就因為很暗 那時候很黑了 半夜 然後呢 他就又看到疑似 反正就有一個女生 就上了車 一台就是反正有司機開的 他就想說 你知道就是我嘛 對不對 他就整個就發瘋了 然後就一直追著那個車喔 後來那個車就到了一個 那個一個人的家裡 然後他的內心就開始想像說 我跟那男的 怎樣... 水性癢化 對 然後就快崩潰了 你知道嗎 水性豬獎 對 就... 對 然後後來呢 他又跟著那個車回來 那個車後來又回來 他就一直等嘛 然後就一到凌晨了 然後他後來怎麼樣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在家啊 我從頭到尾 而且那個女的就不是他 我看錯了有沒有 那是你有神經病啊 有神經病 你為什麼不他出去 你馬上打電話給他呢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 心裡認定這個人是他 我就跟著去 因為有點像 但是不是嘛 後來我才說 你怎麼發現不是 不是 那個女的下車 跟我同事打電話的時候 那個人不是同一個人 我在家裡 我在睡覺嘛 她在家裡接電話啊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你如果要我相信你 你現在 下來 先把燈打開 他就把燈打開 燈亮了 那個女生一下車 他立刻打嘛 然後你現在下來 他就下來 他真的就是穿著睡衣下來 那你有沒有覺得他有病 沒有 我都不知道我在家裡的時候 他在那邊那麼忙耶 沒有... 我不曉得我怎麼回事 他就麻煩成這樣子 然後我就... 可以飆說你知道嗎 我們拍戲嘛 很忙 我就規定一件事就是說 你如果要... 將來要跟我在一起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要到哪裡 我只要打電話給你 我都要找到你 是 你最好是不要出門 要不然你就是摳機開車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什麼... 鞋帶掉 我鞋帶掉了 我現在投幣 我現在要開車了 對啊 很棒 這怎麼不用講嘛 我覺得他是藉口 他就是懷疑對方 不是 我跟他理由打給對方 我經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慢慢才相信他 而且他那時候 如果沒有空抓我啊 他就派宋達明來 有一次也是 派宋達明 那一天 因為我去補英文 然後呢 那天我就是有一點就是 碎過頭 就沒有去 結果他就去了我的 就是補英文的地方 結果老師一看到他就嚇他 就說你不要罵維琳 然後他就整個就想說 完了 我又跟別的男生出去 他就立刻 因為他沒有空來再抓我了 因為他要馬上趕回去拍戲 那我要同一個時間 證明他在什麼地方嘛 我就趕快摳他嘛 不是 你在叫你弟 我就叫我弟 直接到他家去樓下去等他 然後我跟達明講說 你先看看維琳身上 臉上有沒有化妝 好 如果沒化妝 看他頭上有沒有噴膠水 去摸他的頭 如果他頭上有噴膠水 就代表 他一個人願望去了 真的啊 達明就這樣跪下去 是 剛才他來 他就這樣摸 我就說 你這樣會有點怪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 就算這個弟弟好熱情 好歹我是你嫂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覺得很怪 就是覺得他為什麼都會 達明是不是也對我有意思 不是 就是你很怪的 你想想看你的弟弟 一直看你的太太這樣 你會不會 太太會不會覺得有點怪 你應該會報警吧 對 可是那時候又不曉得 又也不好意思 那時候剛認識不久 沒有 經過這些事情 我才相信他 你看 像你們三對來講 你們也是啊 每天把老公伺候得很好 是... 對不對 那個水果不冰 講到這一段 我們就有一位朋友 就很想哭 去中文 悶悶不樂 誰 什麼意思 老朋友幫你伺候得很好 有啦 他會幫你削水果嗎 有... 他買拔蠟給他吃 會幫你擠牙膏嗎 擠牙膏 他就把牙膏 擠進你的嘴裡面 擠牙膏倒是沒有啦 但是會削水果 會煮菜 做菜啦 他現在會變成這樣 那很好啊 很好啊 那你這樣吃頭他很好 那宋維銘你有沒有什麼願意 其實我對維林 唯一一直有願意 就是他太要求我在... 不過這是好事 因為以前其實你知道 我們演藝圈不是故意 這樣柔柔就搭搭筋啊 撩搭筋是很正常的 沒有... 我們那時候搭搭筋是很正常的 你怎麼會有這種錯誤的觀念啊 所以你啥也啥也啥 我跟你講講到這裡 其實我不是要落井下石 尤其是我們做這個演員 尤其是小生的這一掛 對 真的是要傑身自愛 是... 有火動腳的 沒有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有的時候 你不經意的這樣子 可是後來慢慢他這樣子 要求我之後呢 你剛剛幹嘛結巴 不經意的 像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跟沈玉琳在聊天 我不小心搭沈玉琳 我太... 對不起 我太不尊重了 以前那個感覺更差 就是比如說 他現在跟那個女藝人拍照 他們就這樣 然後這時候我就出現在後面 他就這樣 現在好像你是壞人 在電道一樣 你在老婆看了會不會很生氣 不會啊 對 而且就如果說是 你出現了 他還是一樣搭著 那我反而覺得 對 自然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有鬼 本來手還張開 戴中那間 怎麼被縮成拳頭